朕酒精沙场 深知用兵之道 传命 三军断不可退 持续把营寨迁入山林茂盛处 依稀半水助长 待秋凉时 自吻归天 这是刘之兵犯的最严重的一次错误 也是把活出隔气到茂烟的一次神级操作 面对吴军聚守山寨闭门不出的他没了办法 就以为陆迅是被打怕了才不敢出兵 于是就准备来个原地挂机 等东吴的文武老陈弹劾了陆迅在下令进攻 马良剑这么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 说我军久居占地水土不是 眼下也到了夏天酷热难当 于是就建议他把三军先轮番退入子宫城中 等秋后咱们再继续作战 不料刘备